在神魔小说《风神演义》中,圣人是处于修仙链顶端的神仙,他们无步法力高强,长生不老,甚至拥有毁天灭地再造乾坤的能力。 在《风神演义》的圣人中,名气最大的圣人当属这三位。老子,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,他们分别执掌人教、铲教和结教。 野军直接参与了《风神之战》。他们在《风神之战》中的表现,那高深莫测的法术,简直让人叹为观止。 不过,老子等三位圣人虽然名声最盛,法力无边却并非无敌的。在《风神世界》里,圣人虽然各个法力无边,但圣人之间也有实力的区别。 就以老子、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三大圣人而言,他们之间便有实力上下之分。 通常认为,法力最高者为通天教主。老子次之,原始天尊排第三。 不过,这三位圣人虽有实力差距,但差距不大,即使排第三的原始天尊和排第一的通天教主相比,也可能只是稍训一筹。 与老子等三大圣人实力不相伯仲的,乃金引道人和准提道人。 这两位道人也是圣人,来自西方教。 其中,金引道人曾与通天教主单打独斗过一次。 那是万仙镇之战时期,两位圣人入阵前,曾在镇外敖战一场,不分胜负。 比这五位圣人实力更强的圣人,可以明确的是红军老祖。 红军老祖是老子、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师父。 他的实力应当在三大圣人之上,而三大圣人的实力与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不相伯仲。 因此,红军老祖的实力应当也在这两大圣人之上。 这一点有援助为证。 万仙镇之战结束后,红军老祖痛心老子。 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师兄弟三人同是操戈。 于是命令他们每个吞下一颗红丸。 只要在争斗之心,红丸便会立刻发作,夺走其生命。 可见,红军老祖确实拥有打败这几位圣人的实力。 那么,除了红军老祖, 封神世界里还有人能打败五大圣人吗? 能打败圣人的只可能是圣人。 封神世界里的圣人还有火云洞三圣皇。 女娲娘娘,浩天上帝。 不过,这几位圣人的实力在封神中没有具体展示。 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与五大圣人实力的高低。 但有人认为,女娲娘娘能够打败五大圣人。 因为女娲娘娘和红军老祖资历相当。 可以说是五大圣人的长辈。 实力自然要超过五大圣人。 不过,在封神演义原著中, 似乎并未说明女娲娘娘资历的高低。 其实,除了以上圣人, 封神中还有一位圣人。 只不过她从未现身, 所以被人们忽视。 她的实力, 很可能在五大圣人之上。 圆著六十七回, 江子牙勤住结交弟子洪锦后, 下令将其斩首示众。 正准备行刑时, 一位仙人飘然降临, 忙叫助手。 江子牙马上意识到, 来者非同一般, 当即接见。 此人果然不是凡人, 乃大名鼎鼎的岳和老人。 岳和老人告诉江子牙, 因福原先翁曾言龙极公主与红锦有俗世姻缘。 曾往红丝之约, 顾贫道特来通报。 紫牙公不可为了这件大事, 岳和老人提到了福原先翁。 福原先翁何方神圣? 正是前文所说的实力在五大圣人之上的圣人。 我们知道, 龙极公主是浩天上帝的女儿, 却由福原先翁决定其婚姻。 福原先翁一言便打破父母之命的传统, 把龙极公主嫁给结教弟子红锦。 这很可能意味着, 福原先翁的地位还在浩天上帝之上。 红锦是西齐集团的俘虏。 按说, 如何处置完全由西齐集团决定。 可是, 岳和老人却告诉江子牙, 福原先翁已经决定赦免红锦, 让他娶龙极公主。 你江子牙不可违背, 这很可能意味着, 福原先翁的实力在原始天尊之上, 甚至不输于红军老祖。 所以他才敢如此自信地命令江子牙。 结果, 江子牙听从了福原先翁的命令。 这很可能说明, 江子牙也非常清楚福原先翁的实力。 关注我,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。 感谢观看